世界上努力的人很多,但真正有成就的人很少,同样是努力,有的人付出有收获,有的人却越努力越糟糕。 国管专案,格拉德贝尔在一类译书中提出一万小时定律,也就是说,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工作八小时,那周工作五天算,那么也就是说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,大概需要五年的时间。 但是在另外一本书《贫穷的本质》,我看到另外一种景象,这个世界很多人,匆匆忙忙,侵犯工作,别说休息,可能连吃饭上厕所都要挤出时间来,他们勤勤恳恳,任劳任务,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,只要企业不倒闭,他们不会换工作,客室一万小时定律在他们身上,并不起作用。 恰恰相反,他们越忙越穷,越勤奋,越把自己的技能锁窄在一个跑道上,为什么会这样? 富士康再次被爆血汗工厂,还记得几年前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吗? 不久前,富士康再次被爆光为血汗工厂,观察家报和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对富士康位于肯阳的工厂进行了调查。 调查发现,浙江湖南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里,超过八千元是派遣工,而按照中国劳动法规定,派遣员工不能超过总员工数的百分之十。 什么叫派遣员工? 所谓派遣员工,就是指临时性员工,他们没有假期,也没有并假工资和带薪休假等福利,一旦不工作,就没有工资,或者随时能为公司解雇,而且不用发放为约金。 这些人加班时,不按加班工资算,按正常工作工资算,而且工资很低,累死累活每小时才14.5元,这算是非常低的水平了。 厂方为了让他们多加班,故意把正常工资压得很低,工人们必须要不停加班,才能获得了能保证基本体面生活的报酬。 再忘记,一个工人平均一个月,要加班100多个小时,意味着每天至少要加班4个小时,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36个小时。 有的人甚至连续工作14天不休息,渐渐加班,生活变成一个巨大的深渊,疯狂吞噬着人们点点滴滴的能量,但很无奈,我们面对这种吞噬时,手足无措,所以,只能被迫。 不硬撑,哪怕低工资,哪怕是死天无休,除了指责富士康,我们还能思考什么,发生这种事,只问富士康当然是必要的,但除了质问,我们还应该得到点什么,从18世纪欧洲资本家剥削劳工,到今天的富士康炫汉工厂,事实上,这个世界没怎么变,只要依然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, 只要低端产业链无法完全被一期取代,这种现象就会一直存在,站在个体的角度,至万富士康的意义,并不大。 对于我们自己而言,最重要的是,如何避免成为这样被严重剥削的人。 美国医学者,明晓博士毕业后,没有去华尔街当金融高管,也没有去大公司,拿高薪,去了贫民窟。 他研究的课题是,为什么陷入贫困状态的人很难脱贫? 很多人觉得,穷人之所以穷,是因为他们不够兴奋,不愿意思考,这个世界大把挣钱的机会,如果他们足够努力,懂得抓住机会,怎么会一直陷在贫困状态中? 女学者隐瞒他名向博士的身份,潜入贫民窟,像他们一样生活工作。 他详细记录了每天的生活,大同小异,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要起床,因为要早早去工厂上班,迟到了是要备扣钱的。 由于时间紧,他根本没有办法,从容地吃一顿定心准备好的早餐,只能匆匆吃点面包,再买杯快餐食咖啡保定。 工厂制度很严格,不允许流工随便离开岗位,因为是流水限制操作,所以你必须待在工位上不许离开。 上厕所必须申报上私请加批者才能去,时间很低,必须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,才能拿到保证基本温宝的工资,如果想要体面一点。 需要工作更长时间,一天24小时,一到半都在固定的工位上度过,午饭和晚饭都是吃快餐,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。 终于下班了,累,经历早,已经消磨殆尽,睡觉之前会有几个小时的娱乐时间,为了输解一天的困乏,酒吧,夜总会,歌舞厅都挤满了人。 大概会在11点到12点之间,喝得醉熏熏的回来,睡觉,持续循环这样的日子。 你看到了,这就是平民窟生活着的穷人日常的生活,和我们老一辈的名誉处而作,日落而期并无本质不同。 以最远较的劳动力获取报酬,每天工作超十个小时,甚至没有时间从容紧面的吃一份早餐。 娱乐活动往往也是简单的感官刺激。 经济学家将这种生活状态称之为贫穷的死循环,在富士看工作的派遣过,生活也陷入了这种贫穷的死循环。 他们偷懒吗?不,他们很勤奋,每天把自己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。 并且,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,他们抓不住机会吗?不,他们努力工作, 就是为了项祸的晋升,他们渴望钱,不缺乏任何挣钱的动力。 但他们依然贫穷,其实,贫穷的本质并不在于没钱,没钱可以挣钱。 贫穷的本质是一种生活状态,这种生活状态陷入死胡同,无论如何努力,产生的效果,都只能在死胡同里打转。 而无法脱离这种生活状态,贫穷,不是你缺乏挣钱的能力,归根结底,是你缺乏活好日子的能力。 贫穷的死循环,单位时间值决定了你的未来。 什么叫贫穷的死循环,在经济学领域,有一个概念,时间单位值,一个上班的百里月薪一万,每天八小时工作,周末双休,一个贪肩病的大妈,月薪两万。 将此两人对比,乍一看,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,而且不用考虑领导脸色,考大学考研究生,找份工作,结果还没大妈弹煎饼挣得多,弹煎饼的大妈真的挣得多吗? 前段时间,北京煎饼大妈月薪三万火了,很多人表示,此时,去探煎饼,能挣更多。 直呼上有人详细偷袭了煎饼大妈的日常工作,首先,每天凌晨五点就要起床,准备原材料,准备各项工作。 接着,无论风吹雨打,都要把煎饼车推到指定位置,买煎饼的人一般在早上,但中午和晚上也有。 还有人买煎饼当夜宵,为了能多正点,必须要守到晚上九点,但人群大部分饭去,才能回家。 回家之后,不能立刻休息,还要收拾一下,拨瓦飘盆规矩好,已经晚上十点半多了。 并且,他煎饼没有周末和休息日这个概念,想多正点,就得天天出国。 也就是说,煎饼大妈每天的工作时间,在17个小时左右,没有周末休息日和节假日这一说。 白领月薪一万,一个月工作22天,每天月薪是454元,每天工作8小时,时薪是56元。 煎饼大妈月薪两万,一个月工作30天,每天月薪660元,每天工作17个小时,时薪是39元。 如果把工作环境考虑进来,白领不用被风吹日晒,空调能挡住酷暑,咖啡座里的咖啡和饮品无限畅饮,每年都有出油福利,每年都有年度体检。 煎饼大妈什么都没有。 财经作家梅梅说,很多人的高收入,并不是由高价值劳动带来的。 他们高收入的背后,是高付出,高风险,高折旧,很多人是拿命在换钱。 如果把月薪换成时薪,一目了然,真正的高收入人群,时间的位置都非常高。 曾经看到一个流传迅广的故事,比尔盖茨走在街上,看到地上有100美元,他应该会不屑于去捡。 为什么?因为划不来,捡钱需要耗时一秒,而在这一秒内,他的身价已经上涨了200多美元。 伪高收入人群,时间的位置其实很低,是低价值劳动,依靠长时间积累而得收入。 人们拿着非常低的时薪,为了基本温饱,为了获得海色体面。 不得不加长工作时间,以至于每天需要工作十多个小时,全部的精力和意志力都放在工作上了。 人们花半个小时匆匆吃着快餐,丝毫不考虑营养值,而却考虑填饱肚子。 如果以单位时间对营养值来算的话,一样非常低。 到了休息时间,人们根本不会考虑听场音乐会舒缓心情,更不会去健身房跑步塑造体型。 吃喝嫖赌就是最佳娱乐方式,因为所有的意志力和精力都耗费了。 一旦得其自由,欲望就容易放纵。 这样的休息,不能算是休息,只能是很低级的感官刺激。 低时间单位劳动值,低营养值,低级的感官刺激娱乐方式,再回到低时间单位劳动值。 就这样,人们彻底进入贫穷的死循环。 最显著的特征是单位时间低创造价值,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,都是远离贫穷的死循环状态。 如何打破这种贫穷的死循环? 几点建议,也许你未必处于贫困状态,但对你的人生依然有价值。 教育,是让你时间增值的最大办法,打破这种死循环的根本。 在于让自己的单位时间增值,最有效的方法,无疑是教育,便是聚相二十年中,留人去一家日本企业工作。 最开始,仅是一家底层的行政文员,每天的工作是倒垃圾,擦桌子,擦楼梯,端材送水。 除了做体力活,还要忍受同僚的冷嘲硬访,每天都很累。 尽管如此,为了能在这家公司长远发展,刘元还是挤出时间,去报了一个日语培训班,每天坚持学习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日期老大要去参加一次活动,需要刘元帮忙。 刘元很自然的直接用日语和他沟通,日期老大非常惊讶。 刘元满面微笑,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 此后,刘元在这家日期一路晋升,最终成为只位最高的中国员工。 很多年前,农民工在城镇工作,他们白天在工地上干活。 但晚上几出时间,也要去上夜大,去学习。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,如果你会算一加一等于二,即使你重复算一千遍,你也不会知道二加二等于四。 但知识和技能越多的人,单位时间产出值越高。 所以,无论你处在什么时刻,一定不要让自己忙死,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意志力都耗费在无效重复之事上。 也就是不要把所有精力都耗费在工作上。 每天留出时间,留出精力和意志力,给自己刻意训练,将自己时间增值,善于找资源给自己做备数。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才能被尊敬地仰视,才会有更多眼光看到你。 有人编了个故事,一个妇人为了想象自己的儿子,谋到一份世界银行股行账的职位。 他对世界银行的负责人说,尽通金融管理知道,你们能不能给他个机会。 世界银行的负责人拒绝了他,于是,妇人开始想办法。 他听说比尔盖茨有个女儿,于是找到了比尔盖茨。 对他说,我儿子搭上了世界银行的副行长,是世界银行最年轻的副行长,你要不要把女儿嫁给我儿子。 比尔盖茨一听,先想,世界银行最年轻的副行长,应该很厉害,很有资源。 于是答应了,妇人再去找世界银行负责人,我儿子娶了比尔盖茨的女儿,你们要不要给他个机会。 世界银行负责人先想,比尔盖茨的女婿,应该靠谱,也答应了,人要善于给自己贴标签。 标签的背后,以为的资源,合作的本质就是资源整合。 同样的才华,如果被贴上了标签,有大宗资源加持,才华会更能产生效果。 你的单位时间值也会到大增加。 所以,人要学会找资源给自己的才华作配书,有更强大的人脉,会让你的时间值被杠杆放到人脉,是最不能忽视的一环。 经济学中,有一个概念,杠杆效应。 据个例子,买房,首付三成,如果是五十万,你就能拥有一套价值一百五十万的房产。 是的,虽然你要还房贷,但是这套房产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受益,全部归属于你。 例如租金收益,例如分支收益,五十万撬动,一百五十万的资金为你办事。 这就是杠杆效应。 在你的人生中,如果有强大的人脉资源,人脉也会让你的努力被杠杆放大。 这就是人脉杠杆效应。 同样是开车,给马云开车,合作滴滴资机,带来的收益是截然不同,单位时间的产出值也是不同的。 良好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怎样的? 良好的,处于正时环的生活状态应该是这样的。 拥有一份单位时间产出值较高的工作,工作时间不会太长,不会经常加班,每天有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。 休息不仅仅是放重欲望,你的精力和意志力,除了挖在工作上,还有剩余,还能推动自己去学习。 打破舒适区,进入了未知领域,学习新的技能,能够从容一日三餐,不必每一次都吃快餐。 不必那么急匆匆,有时间给自己做饭吃,拷劳自己的位,有无聊甚至发呆的时间,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 独处,静坐,影响,改制生命美意,在于你能否不断称自己的单位时间值增加。 这意味着你不能把全部的时间,投入到工作,你必须留出时间,精力和意志力成本,为自己的腿变做准备。 那些一天到晚忙到死的人,注定拥有的是一万小时死亡定律,那些拒绝忙死,给自己生活留白的人,才会拥有一万小时定律。 时光不复有些人,心慌不复赶路人,愿意有这样的生活。 国管,用文化温暖人心,将好书滋养心灵,以好物点缀生活,品味有内涵的好书,与见经之优品的美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